殺去基隆廟口 馬上出發 營養三明治 我們來看看有多營養 是一個回憶 吃一個感覺的 可能是小姐姐好吃吧 小姐姐好吃是什麼意思 相對論 直接在你的口中爆炸開來 嘿 大家 我是小肉 我是翔哥 今天晚餐時間 沈哥突然說 我想要吃營養三明治 炸的那種 他一講營養三明治 我馬上想到一個東西 奶油螃蟹 但是 奶油螃蟹跟營養三明治 如果要一起出現的話 就要去基隆廟口 所以我們今天 決定跨上我們的車子 從桃園出發 殺去基隆廟口 沒錯 馬上馬上出發 那我們就邊騎邊聊吧 帥的 OK 現在我們看完地圖了 就是走現在這條路 直行 街道回龍 再往台北的方向前進 因為這也是 想要我第一次 要這樣子騎車去基隆 所以就是帶了一個 就是那種冒險的感覺 雖然說大家可能已經常常騎去基隆 但是這是我第一次 晚上要夜騎 從桃園騎去基隆 帶著一種 興奮的感覺 我也不會說 然後今天的天氣呢 是 那種 騎車的時候很涼快 但是停下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熱 我覺得這個有點熱的功勞 可能是要 帶我的美式機車 V型雙缸引擎所賜 氣冷的V型雙缸引擎 在你停紅燈 還有你塞車的時候 它就是給你滿滿的溫暖 滿滿的熱 那我們就現在開始繼續往前吧 現在在小肉 左手邊這台白色的呢 就是 Toyota非常經典的 Supra跑車 給它一個讚 它的外號叫做牛魔王 然後是 以前很多玩車改車的朋友 會買這台車來 大改 改完之後呢 性能可以非常的好 總而言之 就是帥 其實呢 以新手來說 雖然有導航 小肉我還是 常常在上高架橋之前 都會 遲疑一下 因為我都會想說 上去會不會等一下接到高速公路 或是這個上去 等一下會不會出事 這樣我們就是要 往內線去 然後 要開始走上面這個高架橋 之前呢 小肉有說 我滿喜歡 夜騎的 然後有些車友就說 夜騎很無聊啊 夜騎 晚上什麼風景 全部都看不到 所以小肉我還是說 夜騎第一個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大部分都很涼快 再來呢 夜騎的風景 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很多 白天沒有亮起來的燈 其實就跟你去看夜景 是 差不多的感覺 那有些建築物 甚至它的燈 是設計過的 比起白天 除非你去 非常厲害的風景區 不然的話 小肉我自己本身是 滿喜歡夜騎的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晚上 就有晚上 漂亮的風景 不管是橋上面的燈啊 或是你看燈打在那個 河水上面 的反光 或是其他建築物亮起來的燈 反正呢 騎車就是這麼簡單 很容易就很開心 就是這樣 OK 騎了一個 半小時 左右 到了 國外地下停車場 這邊你可以直接下去 因為 管理員非常的專業 只要他發現是重機 他就會先幫你按 你往出口的方向 到管理室 去跟他登記你的車號 就OK 那我們現在 往夜市的方向 出發 你覺得剛才 騎這樣一整大段路 感覺怎麼樣 超舒服 很舒服對不對 而且超級漂亮的 路上風景 路上的燈啊 夜景 就一路這樣看夜景過來的感覺 超美的 而且完全都不會熱 也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 往前走吧 帥的 一進來 就馬上看到螃蟹 那是油飯吧 對不對 這是必吃的一家 必吃的一家油飯 沒關係 我們先 往前走 看看有什麼 今天就是要吃到奶油螃蟹 還有 沈哥想要吃的 營養三明治 營養三明治在那裡 先點了一盤這個烤蛤蜊 看來是有用心擺盤 開的方向都一樣 馬上 處理一個 這個很多湯的 給大家看一下 蠻大的 蠻大的 好吃嗎 完全超可以 你吃一個看看 鮮味感直接炸開對不對 第一家就超厲害的 第一家就超厲害 剛才 營養三明治 那我們來看看有多營養 來基隆夜市一定要吃 我先來試試一下 我覺得麵包好吃 配料就是 就是這樣 炸的很好吃 而且它的美乃滋是 甜的 然後搭上它這個才剛炸好 很咔嚓咔嚓的感覺 可以耶 開心 一個 比較大的 這應該是前面的手吧 然後再配上 幾個剁開的身體 他們說這是三點蟹 所以比較小 然後你可以再買 紅蟳的版本 剛才老闆說這個湯可以喝 很可以 加了洋蔥之後 有一個甜味 距離我上一次吃奶油螃蟹 大概是我高中的時候 這還沒什麼肉 然後這是一個回憶 吃一個感覺 好 那我們就先 把這個奶油螃蟹 處理掉之後 我們等一下再去拍下一個景點 帥子 叫了一個油飯 然後還有一碗蟹肉羹 加一下這個 來吃 欸這好吃耶 蔥頭的味道跟香菇的味道很濃郁 我先喝一口湯 這個蟹肉 看起來滿大的 湯的話就是甜甜的跟湯 油飯很厲害 單純吃油飯的話 應該可以吃個三四五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油飯給處理解決掉 然後我們到下一個點去吧 帥子 他那魷魚角已經 粗到他用刀子要從中間割開 然後剖一半 這樣子可能才會比較容易烤熟耶 超級粗超級粗的 讚 等一下這個一定要好好的 嚐看看 好香喔 試一個 有點鹹 但是很適合下酒啊 你說對了 如果是喝啤酒下酒的話 可以買回家看電視吃 他的醬就是 好吃的 烤肉醬這樣刷上去 比較重口味 鹹食我比較喜歡吃比較重口味的 剛才烤章魚角的 老闆娘跟我們講說 這一條路這樣過去 只有開到凌晨兩點 但是 尿口這個方向 是24小時喔 就是他營業是24小時 這我完全是第一次知道 反正今天就是要撕爆基隆的廟口 然後再兜風回家就對了 帥的 好吃耶 他的醬很烤肉 我在說什麼 他的醬很烤肉就對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而且他是一顆一顆買的 所以一兩個人來的話 你可以買比較少量 還蠻OK 蠻貼心的 準備去愛家 帥的 等一下我們來一個挑戰 前面呢 剛好有成家泡泡兵 跟沈家泡泡兵 那我們就 兩家 都買一樣的口味 選一家出來PK 我們先決定要吃什麼口味好了 招牌就是花生跟情人果 這個是成家 沈家在那邊 這是什麼 這個這個 這個是成家 這是沈家 你剛剛在那邊亂講 這個 上面有寫名字 我最後的 投票 是 成家一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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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真的是 我 我比較喜歡成家 我自己覺得 他 我也是成家 他比較沒有那麼的 我們不要講好了 大家自己來吃 大家自己體驗 大家自己來吃 而且這樣 帥的 我支持成家 吃 吃 拿 吃 在我们吃完基隆庙口的这些 任性想吃的东西之后呢 就越吃越热 全身都是汗 幸好在回程的时候呢 骑车又可以吹一下这种凉风 追风感 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兜风回家 现在已经是回程的路上了 我想要来总结一下 刚才在基隆庙口吃的这些餐点 在我心中的分数 首先我们先 买了银行三名只 我们就带去了奶油螃蟹这一团来吃 还点了烤蛤蜊 烤蛤蜊吃完了之后呢 又去吃了章鱼饺 章鱼饺吃完之后 又去吃了油饭跟蟹肉羹 又去吃了香肠 还有泡泡冰 基隆庙口这些餐点 在小肉我心中 占据第一名的呢 是刚才的烤蛤蜊 因为刚才的烤蛤蜊 真的是你放到嘴巴里面 一吃啊 它直接在你的嘴巴里面大爆炸 就是说如果下一次我再去基隆庙口的话 还会再去点一次那个蛤蜊 第二名呢 油饭蛮好吃的 它的香菇味非常重 葱头的味道炒得非常的香 第三名 小姐姐香肠 诶 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因为小姐姐的关系才偷给它 烤肉酱非常的厉害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 分享给朋友 说不定你朋友喜欢 这里是肉脚爱骑车的小肉 赶快出来骑车吧 我们下次见 帅的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